鼠带肌化膜的一个调试 我们先进入这个辅助功能 然后折袋调试 然后这个 首先调这个 先把这个舌刀伸出来 然后这个整体下压 首先我们先调这个舌刀压下来的一个高低 正常的话 它是跟布料的厚度差不多 布料放在下面去 前面的布料 放在下面去 稍微要有一点点阻力 要有一点阻力 不能太松了 也不能太紧了 如果需要调的话 需要调的话是调 如果要调整体的上下的一个高低的话 我们就需要调这里 就这里有 有那个螺母 扭松这个螺母 然后就可以调压下去的一个高低 这个高低 调整好之后 调整好之后 我们就先 再调这个折袋框 折袋框压下来 我们就可以看得到这个折袋的一个距离 正常的话就是说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插刀距离这个舌刀大概2到3毫米 大概2到3毫米左右 这边也是一样 这边也是一样 2到3毫米 然后这边 这边也是大概2到3毫米 然后这个 这个板的话就是贴这个海绵条 刚刚好绑住这个子口 绑住这上面 调这个折袋的时候 一个是我们可以调这两个螺丝 气缸可以这样调 还有一个是这里 这里可以调这个高低 然后下面这里 这里还有两个螺丝 这里有两个螺丝 就可以调这个一个角度 就是可以调个角度 就是说这边这边的缝隙 还有这边的缝隙 然后我们调了差不多之后 我们可以放一个那个 这个口袋 放上去之后大概看一下 然后这边按这个手动的一个步骤 对折袋框 然后折刀 然后也可以看一下它实际折的一个效果 然后再折刀E 折到Apple 就这一个 然后再整体下压 然后再先退出来 一步一步退出来 然后折好之后 就是可以用手去这样子摸一下 摸一下 就大概要折得紧一点 折得紧一点 就不能太松 太松的话 它就指口就会不稳定 如果说像这样子 太松的话 它就会指口一大一小 就尽量这样子 这样子包得这样紧一点 这个海绵条也 其实也很关键的 就是说刚刚好护住这个子口 它一个是护住这个子口 一个是那个舌刀插进去 往回收 往回侧的时候 它这个海绵条可以挡住这个子口 不追在这里 指口不会跑出来 指口不会跑出来 玩πό 感谢观看